接下來要講這個東西叫做 酸雨 酸酸的雨 空氣的雨水 本來就應該是酸的 為什麼 因為有二氧化碳 李化老師有教過 李化老師有教過 二氧化碳融於水 會形成什麼挖鉤 二氧化碳融於水 會形成什麼挖鉤 來5號 No.5 比例5號 5號 趕快來起來了天黑了世界末日 快點 李化老師教二氧化碳融於水 形成什麼洞洞 碳酸喔 好啦對啦 沒錯啦要有信心啊 二氧化碳融於水會形成 碳酸 要溶解 而且空氣中一些有機酸 所以自然界的雨水 本來就應該是酸的 李化老師有教酸性PH值 大於7等於7 小於7 小於7 這跟人沒有關係 這個跟人沒有關係 有人之前就這樣 我們講的是跟人有關係的 因為人類的行為造成的 所以我們講的是這個 我們 使空氣中的 硫氧化物 淡氧化物增加 讓他們融於水 形成了硫酸跟硝酸 我們在教的是地科 所以我就簡單的講 我說形成硫酸跟硝酸 李化老師有教 二氧化硫融於水 其實是什麼東西啊 亞硫酸 要三氧化硫才是硫酸 二氧化硫要催化成三氧化硫才是硫酸 所以實際上它是硫酸 亞硫酸硝酸跟亞硝酸 但是我教地科 就沒有講仔細 就跟你講說 形成了硫酸跟硝酸 然後呢 它變成酸酸的 要多酸 PH值要小於5 因為自然界的雨水 大概就5.5 大概就5.5 二氧化在那個 大概就5.5 所以你要比自然界的酸還要怎樣 更酸一點 那才叫做酸乳 是人類行為所造成的結果 造成的結果 所以PH值要在5以下 那請記得 多酸的雨水叫做酸乳 PH值要小於5 因為自然界的雨水本來就是酸的 大概5.5 要比它更酸 OK 然後主要就是來自於這種 流氧化物就來自於這種 石化工廠 或是燒煤 煤裡面有石油 煤裡面有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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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燃燒化石燃料 石化燃料就會造成的 那氮氧化物 李華老師有教過蛋不容易反應 但是在高溫引擎會作用 你記得嗎 所以呢 就是一些高溫的燃燒 然後形成了氮氧化物 然後呢出來之後就變成 硫酸 雅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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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然後形成氨 鮮 OK 然後基本上就是汽機車多了 發生氨乳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像台北啊 高雄啊 汽車多 雞車多啊 排放出來的廢氣啊 溶於水 都形成氨乳 台北市也很多 雨水很酸 它溶於水很酸 OK 所以就要做空氣污染防治工作 然後會減輕的影響 但是這個沒有那麼簡單 當我會跟你講 沒有這麼簡單 酸魚很麻煩 當我會告訴你 不是你做好就OK了 你做好是不OK的 你做好是不OK的 OK 當我會告訴你 酸魚有什麼問題 湖泊酸化 雨水下下來 酸魚水下下來就使得湖水變酸 使得湖水變酸 變酸啊 魚就會死翹翹 然後減少樹木的成長 弄在葉片上 讓那個葉片受損失 受傷 功能會降低或者沒有 那就使得樹木的成長會減緩 然後呢會就剛剛講過 會阻礙熔養 然後呢會讓它再劍死翹翹 還有它會跟重金屬有關 重金屬它會容易使得 重金屬更容易被吸收 重金屬我們當然會提到它 重金屬是個麻煩事 麻煩事 還有呢 就是 溶解出來的東西 帶到河川 造成所謂的水污染 重金屬造成水 待會我們談到水污染的時候 提到重金屬污染的事情 OK 這就是酸魚可能的危害 危害 然後 有可能加速建築物跟雕像的腐蝕 比如說 左邊是國外的右邊是大陸的 左邊是國外右邊是大陸的 然後呢就是 本來這個在這個這個雕像放在雅典 希臘放了一千年也沒事 放到紐約去就整個黑掉就開始完蛋了不行了 因為空氣污染 太嚴重 酸魚 OK 然後停車戰界問 哪一種酒陶做成的雕像 容易受到酸魚而腐蝕 李化老師有教過 李化老師有教過 剛才是5號 25號 25 25誰啊 大理鹽 蛤 大理鹽喔 再講一個吧 跟大理鹽有關係的 猜一猜 石灰鹽請坐 很好 大理鹽跟石灰鹽 為什麼 成分是 對很好 成分是碳酸鈣 碳酸鈣加西鹽酸會產生二氧化碳是重要的化學反應 活性大的金屬 加西酸產生氫氣 碳酸鹽加西酸產生二氧化碳 這也是重要的反應要記得 大理鹽跟石灰鹽 大理鹽跟石灰鹽都是碳酸鈣 所以呢 碰到酸就會發生反應 可以特別容易受到腐蝕 OK 然後剛剛跟你講了 很麻煩 酸魚是魚 從雲下來的 雲是水氣凝結 會飄啊 會飄 所以你做好是沒有用的 就算你台北市啊 都完全沒有空隙污染 台北線的雲會飄來台北市下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台灣有些酸鈣是哪來的 中國大陸過來的 尤其是大陸現在好多了 越南大陸很喜歡燒生煤 那個污染很嚴重 然後燒了就升到天上 然後隨著華南雲以外就飄過來 下在我們這裡 下在我們這裡 所以你做好有沒有用 你做好是沒有用的 你要旁邊都做好才有用 你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酸魚的防治其實很困難 不是你搞定了就搞定了 因為雲會飄來飄去走來走去啊 雲會飄來飄去走來走去 像我們那個像那邊寫的沙塵報也是一樣 沙塵報來自哪裡啊 蒙古啊 蒙古那邊弄來的 啪啪啪啪啪就航行1000公里 然後跑到台灣 讓台灣這樣 現在報紙也有寫啦 台灣那個空氣的懸浮為力 數目增加非常可怕 要各位出門戴口罩 大陸來的 大陸來的 蒙古那邊跑過來的 所以他這些東西都會隨著氣流跑過來 所以不是你搞定了就 就搞定了 所以他防治上很麻煩 很麻煩 但是要做 但是不是你弄完就弄完了 因為他會到時候跑來跑去 好 他可能會來自遠方 來自遠方 所以 他的困難點 OK 酸魚 酸魚通常考試都考你 多酸的魚叫做酸魚 PH只要小於5 其他的就給他看一看 一個印象就可以了 他也沒什麼問題 OK嗎 OK 很好